Covid疫苗燒了一年半 还是不能出国 TVBS带你看看新加坡 别看这好像人来人往蛮热闹的 网店家内容桌椅去看 全被缠上红网 因为新加坡疫情又升级 7月20那天的确诊病例数达195例 是新国从去年4月疫情控制来 好久没出现的危险高峰 累计至今确诊病例数将近6万5千多人 最近我们退回了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就是以两个人为基本单位 两个人外出用餐 两个人群聚 同样外出受限制 本来他们的第三阶段 可以跟5到8个家人或朋友一起走在外头 现在最多就是两人 如果你违规 商场里红色衣服不断张望的 就是稽查人员 路上会有穿红色衣服的 那个是取缔人员 他们会上前劝阻 那如果劝阻无效的话呢 就会罚款新币300元 这次新加坡疫情之所以爆 跟台湾过去万华阿公店有些相似 其中跟KTV当中的越南陪酒女郎相关 还有育狼渔港市场群聚 这两个感染源人数都各超过200人 最近这一两个礼拜的新 KTV橄榄群 所以政府决定关闭食堂 关闭健身场所 但是电影院还是继续开访的 在新加坡的Sony形容 民众都见怪不怪 一方面他们已经把COVID-19当作流行性感冒 二来疫苗覆盖率也很高 总人口约570万人的新加坡 打了第一剂的有420多万人 第二剂也已经过半 疫情再爆让他们又加盐防疫 对刚降级的我们能接近留意 TVS新闻综合报道